你好,我是昆仑刘石,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,咱们今天继续聊这个活佛准世的故事,我只能跟您说咱们聊的是活佛准世故事,我给您举个简单的例子呀,您就能知道这区别在哪儿,区别就像啊,这新华书店里卖的一本呢,叫圣经,另外一本啊,叫圣经故事一样,凭我这点本事啊,我只能啊,给您讲到大概其异,意思到,我还不能保证您能听不听的明白, 哎,当年呢,我老师啊,有一句口头语儿,他说这件事情你要想弄明白呀,那你得看书去,看多少书呢,得八尺二十五斤,怎么着,您听不明白吧,我们当年也不明白,后来啊,这老师才说,什么叫八尺二十五斤呢,说这书啊,从地下往上挪,挪起来得挪多高呢,挪八尺,上乘腰啊,得够二十五斤,哎,这意思就是说啊,这学问那值多少钱呢, 就值这八尺二十五斤,那换句话来说呢,就说咱这活佛准事这学问呢,值多少钱呢,这绝对不止八尺二十五斤,所以呢,哎,这件事呢,就是我摸索着讲,您凑合着听, 好在呢,咱们不是想从啊,这佛学佛理上把这事啊,摆至清楚,咱们无非是想给他捋出一条历史的脉络来,和他这个主书啊,这大书,准夹二韩国这部书啊,当中所提到的无数次的活佛准事啊,稍微的证明解释一下,那么这个枯燥乏味的历史故事啊,可能就更加有意思一点, 那今天咱们该说哪了呀,今天咱们就该说呀,这个达赖和班禅了,我们都知道啊,这达赖和班禅是藏传佛教里的大德高僧,这两个称号啊,那都是封号,那谁给他们的封号呢,在咱们的故事里啊,我就会给您揭晓,这达赖和班禅呢,都是藏传佛教皇教的大德高僧,活佛,您看呢,您或者是能见到本尊,或者是呢,在电视上啊,瞻仰过十一世班禅的法相, 十一世班禅俄德尼雀吉吉布大师啊,虽然很年轻,但是法相庄严,您看啊,他头上戴着一顶黄色新型的法帽,哎,这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标志,所以说呀,这格鲁派也叫做皇教,咱们要聊啊,咱们不能从这二位活佛开始聊起,咱们得从他们格鲁派的开山祖师宗喀巴大师那聊,这宗喀巴大师了不得,很多这个佛教的修习者啊,都认为, 这宗喀巴大师是第二佛陀,是个有大成就的高僧,我们通常都会认为啊,这宗喀巴大师也好,达赖班禅这世系也罢,都是很早很有历史的,实际上不是,这格鲁派啊,是非常年轻的教派,哎,这皇教呢,他并没有其他教派历史悠久, 宗喀巴大师啊,他生于1357年,他元祭是哪年呢,1419年,实际上啊,他是原末明初的人,您想啊,他是这个格鲁派的创始人,他肯定不能在出家的一史啊,就开宗立拜了,他出家的时候啊,也是出家在其他教派的寺院,出家在什么教派呢, 嘎当派,青海画龙的夏琼寺,可是大师啊,哎,天生丽志就有求佛的心,在16岁的时候,那年呢,应该是1372年,这大师就来到了指贡寺,学习佛法,这指贡寺啊,哎,咱上文书接上了,这指贡寺是嘎举派的寺院,他学什么呢,他在这儿啊,就学通了,发心遗鬼,大印无法和纳若六法,上文书咱们说了,这嘎举派的心, 打举派啊,两大密法,大手印和纳若六法,这两种密法可都被大师学通了,那有人说,这不是其他教派吗,这密法还能外传给其他教派的僧人吗,实际上啊,这藏传佛教,教派的分割和佛教本身关系不大,不像啊,这基督教和这个伊斯兰教一样,各教派之前理论就不同,所以才打起来分了支,这藏传佛教之所以分这么多派啊, 是因为政治比较多一些,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的政权不同,正所谓是啊,似不亲的,他佛亲,佛不亲,和尚亲,所以啊,这大师宗喀巴,在人家嘎举派的庙里,才能修习到这两种密法,上文书咱们说了,这个嘎玛嘎举派的大师,嘎玛巴西,是第一位转世活佛,他之所以能转世,就是仗着嘎玛嘎举派,有这么一个密法, 纳若六法,其中的千十法门,说白了吧,就是练会了他之后,你才能够活佛准世,哎,您听明白了吧,咱们也就是说呀,要交代一下,这个宗喀巴大师,创立的格鲁派,皇教以后的两大高僧,达赖跟班禅,哎,他们二位凭什么能够活佛准世, 就因为他们祖师学会了纳若六法,传授给了弟子们,这弟子们才能掌握准世,哎,这个技术,那这宗喀巴大师,为什么要戴上黄帽,立志开宗建派,创立新教门格鲁派呢? 因为啊,就在大师三十八岁的时候,他觉得这宗教啊,一定得改国了,这喇巴教上层的一些宗师们啊,这会儿啊,沉迷于权力, 势力大的嘎举派啊,萨迦派啊,在这会儿啊,无论是佛教的戒律,还是本质方面,都成颓废之势,哎,这大伙儿啊,都去搞政治斗争了, 谁也没有心思潜心在研究佛学了,所以这大师啊,才发下宏愿,一定要重新开宗创派,重整,这喇巴教的戒律, 但是呢,也不能免掉世俗,他还是受到了这个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,也受到了这一地区广大僧俗的支持,才能够推行他的佛法观点, 这黄茂派啊,推行苦行苦修,这僧人不准结婚,要戒杀生,戒饮酒,断绝与世俗的各种关系, 但是呢,这西藏地区的必定是政教合一,这僧人真的和政治能够断得了关系吗,我想是不可能的, 那事实后来证明也是不可能的,那在亲情方面呢,和家里人的亲情也是断不了, 关于这不结婚这事儿嘛,这婚呢是可以不结,不过阁楼派的也有很多的高僧啊, 都有私生子,那关于这饮酒这块呢,据说呀,这个六世达赖参阳家措, 写下的情诗啊,据说不比这个乾隆少,而且呢,不喝酒啊,他写不出诗来, 行了行了,咱们不聊这个了,咱们怎么改成啊,这个接人老底的批斗会了呀, 咱们接着聊宗喀巴大师,这宗喀巴大师啊,一共有八位弟子, 这八位弟子啊,这顶门大弟子就是贾曹杰, 然后啊,紧挨着就是克朱杰,这大师这两位弟子啊, 他也是有大成就的,您看这二位高僧啊, 经常和大师出现在一张唐卡上, 这个唐卡的名字呀,就叫师徒三尊, 您瞧这后世啊,都把他们当成佛供着, 您想想这二位能没有大成就吗? 那再往下呢,就是哲邦寺的创始人,匠阳雀杰, 还有啊,就是瑟拉寺的创始人, 后来被明朝皇帝封为大慈法王的将亲雀杰, 再往下排呢,多教江白加醋, 集尊喜饶僧阁, 最后一位小徒弟就是创建了扎实伦布寺的根吞猪巴, 那有人就说了,你不是要简单的聊活佛准事吗? 你提这些高僧的名字,又都是藏族人, 哎,这名字呀,实在是记不住, 您不用记他们啊,都记起来没有用, 您就知道俩人就行了,一个就是二徒弟,克诸杰, 还有啊,就是这老八小徒弟,根吞猪巴, 我想这会儿啊,您就明白了, 为什么要知道这俩人呢? 这克诸杰呀,后来被追认为一世班禅尔尔多尼, 这根吞猪巴呢,被追认为第一世的达赖喇嘛, 那有人就问了,那咱们是先讲班禅呢? 还是先讲达赖呢? 按道理说呀,咱们应该先讲师兄, 从这个第一世班禅克诸杰开始讲起, 一世达赖根吞猪巴呀,咱们往后放放, 但是不行,咱们还真得先讲达赖这个系统, 因为啊,他早,在这儿啊,我不妨给您剧透一下, 哎,这中央政府册封,这活佛呀,他才值了钱呢, 哎,不册封,他顶多就算一个转世活佛, 他没有封号,咱们都知道, 这班禅呢,达赖呀,这都是封号, 那是谁封的呢? 当然是华夏的中央政权的大皇帝封的, 什么大皇帝呀? 哎,这封达赖的大皇帝呀, 顺治封这班禅的大皇帝呢, 康熙,所以说呢, 在时间线上,咱们就得先讲达赖, 今儿咱们肯定是讲不完了, 咱明天我给您细细的掰扯, 这事儿啊,其实有难度, 广是这个达赖这一戏的故事啊, 按咱们前份交代过的这个学问的值钱理论呢, 就值八尺二十五斤, 那么这难度在哪呢? 难度不是啊, 把这八尺二十五斤啃完了, 难度就在, 我得把这八尺二十五斤, 明儿给您压缩到十五分钟, 让您呢, 能流畅的听的明白, 哎, 那今天咱这书我也得画个重点, 我提示您一下, 今天您弄懂什么了, 咱们前文书交代过, 哎, 这个佛佛转世这秘法, 纳洛六法, 是人家嘎举派的秘法, 是人家这个白教里边的红帽系, 最先开始佛佛转世的, 因为人家呀, 会这个纳洛六法, 那这皇教里边的达赖和班禅, 显然是我们现在最熟悉的两套佛佛转世系统, 那这二位佛爷呀, 他是皇教, 他们是怎么掌握这个活佛转世这技能的呢, 您看, 听了今儿咱的书, 您不就明白了吗, 得嘞, 您今儿早歇着, 我呀, 赶紧去赶稿, 争取明天咱们一口气, 十五分钟以内, 就把这达赖喇嘛呀, 讲明白了, 咱们回见, 咱们回讨论